谢谢 这下餐定很火爆的 不提前几天很难定到位子 其实也还好 动动手指了几秒钟就搞定了 今天怎么想到找我吃饭 没事就不能找你吃饭呀 而且上次在电影院 你不是说要请我们吃饭的吗 对 陌生怎么还没来 他是不是最近工作太忙了 我听远峰说 英辉的采访指定让他去做 一辰你不知道 他工作上的事我不太过问 不过我也蛮惊讶的 陌生很厉害啊 当年在学校的时候 就认识你这样的法学院高材生 到了国外 又认识英辉那种大人物 真是不一般哪 是 英辉好像只是表示 他很欣赏陌生的作品 这样啊 我还以为你们很熟悉呢 他们的确认识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来了 路上太堵了 没关系 我们也刚来没多久 对了 远峰在淘宝上预订的时候 点了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 一会儿多吃点 谢谢 对了 今天怎么忽然想到 请我们一块吃饭呀 也没什么事啊 就是想大家一起聚一聚嘛 对了 我听远峰说 英辉只订让你做他的摄影师 到时候专访出来 记得给我看一下 我对他还蛮好奇的 来 正好在只设接到采访 知道 你是不是不嫌弱的事 你怎么这么想 我只是觉得 刚才吃穿的时候 说的话有点奇怪 我只是好奇多问他几句 你觉得不合适吗 没有 我就怕你哥哥听到这些话 会误会 误会 那如果赵沐生真的跟应惠 有什么关系呢 我哥哥被忘在鼓里 岂不是很可怜 沐生他不是那样的人 再说了 他们两个感情上的事 我们不应该插手 我的事也不用你插手 对不起 我前期有点激动 我们先走吧 各位方哥 集合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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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咱们杂志设施 红韵当头 时来运转 挡也挡不住啊 什么事 主编别拽词了 有什么喜事赶紧说 王警卫知道吧 王警卫知道吧 王警卫知道 王警卫知道 不知道 米菲亚呢 米菲亚知道 这必须知道 想当当的时尚公主 前不久听说 她继承老爹亿万财产 主编 你的意思是她愿意 接受我们杂志的采访 刚刚来电话 真的 王警卫就是她的中文名字 真的假的 她这种时尚品牌掌门人 怎么可能接受 咱们杂志采访 什么意思啊 咱们杂志设不好吗 三三 我的意思是啊 我们杂志设 在英明神武的主编能导下 那简直是高大上啊 他呢 接受她的中文名字 我开受采访了 但是安排在香港 我们杂志设里面 哪个英文好一点呢 陌生啊